我们再宣告一次 上帝的话是不你 上帝的话是不你 好 我们低头来祷告 是的 主 我们感谢赞美的主 今天是美好一天 主 我们相信每一个聚会的崇拜 都是新鲜的 都是不同的 主 我们每一次的聚会 就是要被主你的话来改变我们 来眺望我们 来鼓励我们 使我们再次变积极起来 再次有信心有能力起来的 侍奉你 来活得更加的美好 主 我们相信今天早上的机会 有主你的同在 主 我 你来向我们说话 主 我 你来安慰我们 来赐福于我们 主 我 有什么我们不明白的 主 我 请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让我们遵循你的话 主 我 因为你要让我们活得更美好 主 我 我们要活得更美好 我需要靠着主啊 你的话 靠着主啊 你的应许 主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好 很明显的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 活得更美好 大家说 活得更美好 活得更美好 我问你旁边 好不好 你好吧 我问我的青少年 哎 你们觉得你们好啊 有一些说 不知道 有一些说 还好咯 有一些说 这样咯 并且好像很negative 有一些 就很积极 哇 很好 也是有的 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 活得更美好啊 就是 英文怎么说啊 要有一个什么啊 batter life 是不是 怎样讲 活得更美好 哦 要问你 笑语的 不要紧 不要紧 总之 你们也满费 OK 活得更美好 而是 活得很好的意思啊 有一些人是 他们的生活 啊 有时好 有时不好 无息落后 无息反弱啊 无息会叹叹叹叹叹叹叹 就是这样子 所以 翻翻覆覆的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那么 今天啊 啊 学过年轻人啊 或者是 职论年轻人 就是 追求着这个 物质上的享受 他们觉得 我有很多东西 物质的东西 就是很美好啦 甚至连长辈都会有这个 观念 哎呀 我要 我要有 最好的车 或者是 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 才 啊 觉得是活得更美好 哎呀 只是 如果只是吃面包 或者是碗盘 还是不够好 啊 一部分的人 是不是这样子 啊 相信不会是我们啊 不是啊 给我们来 大概看一下啊 的图片啊 很痛的嘛 很痛的 啊 这是现代的年轻人 所追求的 什么 大个人叫什么 大个人叫iPhone 哇 然后 呃 每个什么 iPhone 哇 然后 最小的一个什么 iPad 啊 然后 爸爸的怎么样 iPad 我好累 ok iPad 看 现在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他们觉得 哇 这个本机是很美好的 很贵 我很喜欢 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 iPad iPad 很压力 是我付钱的 所以你看你认为很好的东西 这代表你的爸爸 或者是你别人觉得很好 同样的我们是上帝儿女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好 但是对上帝来说 不一定 你不需要 有些人是会很偏激 我们是不会啊 所以你看 我们不过从这个 从这个图案的时候 看到人是有 一个 怎么说呢 希望或者是 想要过得很好 过得更好 希望明天会 更好 难道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 能不能使你的明天过得更好 能的几手 阿苏 再问我一次啊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 能不能够有能力 使你的明天过得更加好 有吗 有的几手 很聪明啊 很聪明啊 OK 那 我再分析啊 答案是 不能 不过我们很想人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们会去 planning 计划 为了让明天会更好 我们有一些人真的是计划 然后明天真的是过得很好 真的是有这样的例子 不过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计划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会长久 你所谓的所计划得到的美好 不一定是长久的 今天可能很好明天就 不见了 OK 所以你看 其实人啊 是 没有能力 真正能力 使明天 过得更好 就比如说 哇 你的孩子生病啊 生病发烧 就送去医院 然后就怎么样 母亲是怎么样 很焦虑 是不是 哎呀 然后医生也是很 很紧张 哎呦 我说不是开刀 OK 很紧张在那里 担心这个小孩子 我发高烧 然后会怎么样 止去 为什么你会担心 为什么医生会担心 父母会担心 因为父母亲知道 我不能够帮助我的 我不能够真正帮助到我的孩子 连医生也不能 所以我很焦虑很怕 很怕我的孩子 会因着这个发烧生病止去 因为我知道 我不能够保护我的孩子 虽然他是我的孩子 虽然他是我所爱的孩子 我也不能够去帮助他 所以很现实的 所以你看 你连你最爱的人 sorry 你连你最爱的人 都不能够保护他 你怎么样说 你能够使你的明天 过得更美好 是不是 我们最爱的人 都不能够保护他 我们只能忧虑 担心 找办法而已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 人很矛盾 我们想要过得更美好 但是我们 又明知道我们做不到 是不是很矛盾 所以就导致什么问题 忧郁症 你明知道 算你不能得到了 或者是已经不能改变 不过你还想要去得到 或是改变 就造成了忧郁症 哎呀哎呀哎呀 从消极的 negative 的方面来想 你真的是正在追求 一个很虚空的东西 明知道不能的 你还想要要要 所以忧郁症 不过从positive来看 正常 上帝造我们人 就是有一个design Israel想要得到更好 相信一个不可能 改变的事情 我们相信有一个 超自然能力的人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怎么样 muyang kong 医生说不能了 我也觉得不能了 很多人也讲不能了 中医西医都讲不能了 所以怎么样 去迷 ang kong ok 花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信耶稣是怎么样 求到上帝 所以我们人啊 相信 虽然我们人 想要得的东西 得不到 想要改变的东西 不能改变 不过我们总是相信 有一个全能的神 能改变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怎么样 哇 就有判断起来的 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 哇 可以活得更美好了 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 是他能够让我们更美好 是他能够帮我们解决 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可以追求 活得更美好 那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或者还没有信主 他想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这是非常的压力 因为他是靠他自己 他很担心 有一点的失败 他爬得越高 他跌得越深 靠自己想要过得更美好 就会产生忧郁了 这是很实际的情况 那所以上帝怎么样呢 他给我们人知道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可以活得更美好的 但是上帝又看到 哎呀人 总是靠自己 所以上帝又给我们一个方法 很容易的方法 大家说 选择 选择 选择上帝 你要过得更美好 上帝可以帮助你 你选择上帝 以及 很容易 很容易 你就可以过得更美好 上帝不要你 只是靠自己 靠自己 所以我们神就这样爱我们 祂就是这样爱我们 所以我们是一个主 我们要懂得选择上帝 选择什么呢 我们来看 生命纪 Euteronomy 30章19节 OK 这里讲什么呢 我今日呼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 放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要 选择 生命 使你的 使你和你的 后遗 得存活 得到祝福 那你看 选择生命 上帝告诉我们 你要选择什么 生命 那这个生命 不是我们所说的 躺在病床上 躺在病床上 沿沿一息的种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 是 复兴的生命 什么是复兴的生命 简单来说 恢复 当我们人犯罪过后 人犯罪过后 人犯罪过后 我们的人 就会很嚣急 很容易放弃 然后甚至会犯罪 所以上帝要我们选择一个 复兴的生命 复兴的生命 就是从 软弱中 再次刚强起来 从沮丧中 从绝望中 再次积极起来 或者是从病痛中 再次恢复起来 这个就是复兴的生命 复兴的生命是充满 上帝的祝福 所以你今天想要 侍奉上帝 你先选择 祝福心 这是上帝首要的命令 要我们先选择 被他祝福的生命 被他复兴的生命 那一个人如果没有 在上帝 一个人如果没有选择 这个复兴的生命 没有选择上帝祝福的生命 他就会活在一个 忧郁里面 他会很浓 他会想到他70岁 想到80岁 想他的 他担心他的孩子 担心 哇 担心 忧郁 然后有一个 对不起 有一个妇女 她是有忧郁症的 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听到楼下有声音 他就会摇他的丈夫 诶 丈夫啊 打零打零 下去看 下去看 好像有结语 哇 他的丈夫就下去上面看 看了一上来 老婆 没有 第二天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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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结语 常常是这个时候听到声音 下去看 下去看 啊 这个丈夫就去看 死下来没有 老婆 没有啊 OK 两天 三天 他的丈夫都是这样子 顺他的妻子 下去看 上来 下去看 上来 下去看 上来 有一天 有一天 哈 真的是很大声啊 这个 他的 这个 妇女就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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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楼下有结语 你快点下去看 他老公下去 哦 真的看到结语啊 他就指着那个结语 你知道吗 结语啊结语 我等了你十五年了 你终于来了 哈哈哈哈 忧虑 忧虑就是这样子 哎呀 没有的 一直去幻想 幻想 哇 搞到老婆 这个老婆很厉害啊 等他结语等他十五年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 什么是叫做忧虑 什么叫做过分的忧虑 就是 你还没有借钱啊 就先给利息了 你已经超过了 你已经担心了 超过那个界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要选择被上帝 所祝福的生命 复兴的生命 不然我们真的是 会面对这个忧虑的问题 那 再看 上帝 他怎样分布我们的选择 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我今日 呼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 或 上帝 到二地步怎样 很过去的 很认真的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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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的警告你说 你 一定要选择 选择 复兴的生命 我呼天唤地 如果你呼天唤地呢 是没有什么 没有人管你的啦 ok 不过上帝 呼天唤地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冰层都沉下海啊 是不是 所以上帝很不切的 很严厉的告诉我们说 你一定要选择 选择生命 我已经将这个生死 祸福 放在你面前了 你要选择 我在 在 那个 家庭外面的咖啡店去吃东西 然后有一个男生 像那个 像那个卖面的阿姨 传福音 这样 这样 然后这个阿姨就给了这个 这个基督徒一个回应 哎呀 我喜欢多少 做人 我喜欢多少 这个人是有信传福音的 因为是让他的丈夫 换了这个圣地阿 马上有鸡 是不是 但是呢 他的妻子就 哎呀 我喜欢多少 这个人 我喜欢多少 是不是 有听过这句话 我喜欢多少 那 上帝 已经把这个 生死 灾祸 的福分 放在你面前 你要去选择 你不会说 哎呀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信主很多年 但是我不知道 上帝已经放在你面前了 你已经清点看到 生老病子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要懂得去选择 不要像这个 阿姨样子 哎呀 天地狼雷 送我自己呢 我可以 因为是我的事 如果那天掉下来呢 是炸到你的孩子 我看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 当 啊 天地狼雷 是不是 发生在你身边 你所爱的人 你跟我 这个上帝啊 有没有看见了 没有保护我的孩子 你就没有这样潇洒了 所以这句话 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他们很骄傲 觉得 哎呀 真的很潇洒 如果真的是发生在你身边 所爱的人 你是不是这样子讲了 ok 所以 我们要去思想 去选择 魔鬼就是不要你去选择 不要去你去思考的 圣经 圣经 第二节 第一篇第二节 说什么呢 为喜爱烟花的女法 昼夜思想的人 这人并为 有福了 圣经 是不是 魔鬼就是 不要你去想 哎呀 你不要去想上帝的话 也不要去管他 不要去管你 上帝祝福你就祝福你咯 魔鬼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 你不要被魔鬼骗 你要去常常思考上帝的话 遵守祂的话 我发现有一些 有些 基督徒对上帝的这个 祝福这两个字啊 默不关心 哎呀 神有祝福啊 不是祝福 不祝福啊 也不要紧咯 失去上帝的祝福 对我来说 只不过是 失去了某一些利益而已 哎呀 很严重 上帝 命令我们要选择祝福 但是我们却觉得 哎呀 上帝有祝福哦 就祝福了 没有就不要紧 少祝福只是少一些利益 所以你不要看 弟兄姐妹 上帝很看重祝福的 为什么上帝很看重祝福 第一 因为如果神的儿女 没有被上帝祝福 神的儿女怎样去祝福别人啊 是不是 上帝没有给我钱啊 我只要去做善事啊 我自己就吃不饭 就去叫人 所以 你没有钱行善事 没有钱去祝福人 你就没有完成上帝的使命 所以当你要上台事后 或者是去外面做善事 之前你要懂得先选择上帝祝福你 一个没有经历上帝祝福的人 一个没有经历上帝祝福的人 事奉到那个地步会怎么样 哎呀 祝福就好啊 祝你自己 是不是 会 会变成什么 恐独 所以当我们要事奉神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选择 祝福的生命 过一个被上帝祝福的生命 还是最重要 然后去释放 让上帝祝福你的 每一样东西去祝福别人 所以你会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经历上帝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重上帝的祝福 要看重 哪有一个 戒毒啊 戒毒成功的 一个弟兄 他看到教会 看到教会 遇到了这个 经济的问题 哇很危险 他就把他的那个 自己刚买的家卖掉 跟他妻子去租房间 把他卖剩的钱 去解决教会在经济上的问题 哇 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通通一下 哇 整个教会人很感动 我竟然有这样的爱神的人 把自己的家卖掉 打个钱 去先解决 教会经济的问题 OK 但是上帝没有亏待这个人 不久后 这个人呢 以很低的价钱 买回4000他的家 很低的价钱 低一半 反而 反而 不但买到 反而怎么样 赚一笔大笔钱 上帝很真实 哇 所以这个弟兄就是 哇 一个很好的榜业 很好的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用 懂得 回应上帝 懂得去 选择下这个弟兄这样子 懂得 去选择的时候 上帝就怎么样 祝福我们 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 选择爱神的生命 你 你有你想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或者过得活得更好 你就要爱神 那爱是非常的重要 许多人不明白爱的重要 结果呢 就怎么样 就不懂得去爱 人活着就是有爱 有爱你的生命就会美好 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爱你 哇 这个关系就 很美好 是不是很美好 那如果 两个情人 哎呀 情人啊 之间有爱的话 这个 这个爱情就变成什么 很浪漫 很浪漫 所以爱都使得 爱情很浪漫 是不是 亲爱的 你还记得吗 你在这个浪漫的沙滩 跟我说过一句话 哇 常常都回忆起了 有爱嘛 是不是 哇 很浪漫 很浪漫 那夫妻之间也是 已经结婚了也是 因为有爱 所以就能够 长久下去 有爱才能够长久 有人说一句话 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甜蜜的 sweet 很甜蜜 哇 很甜蜜 但是 久了过后怎么样 婚姻酒的 刚开始 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甜的 那个久了过后 我就是长了过后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蛤 酸啊 还有 更甜 哇 厉害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怎么样 你看 如果你说 我 我 人 别人啊 别人啊 婚姻 婚姻是比较 negative的 哎呀 没有这样好咯 刚开始很甜咯 到最后 好像很不好咯 我就跟你说 哎呀 你请你不要这样 negative OK 婚姻盖 刚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甜蜜 那种色子长的 就变成什么 甘甜 甘甜 听过一句话吗 苦尽甘来 刚开始的时候是甜蜜 因为没有经历 酸甜苦辣 是不是 OK 这时久了 哇 跟这个相爱的 就有经历很多的 酸甜苦辣 有辛苦过 有流泪过 有高兴过 哇 所以良公婆 坐在后面的时候 就想起来 啊 我们以前 啊 是怎么样的 过那个日子 哇 想起来的时候 那心的很甘甜 很甘甜 这个爱 因为有爱 就很甘甜 好 所以我们要记记啊 我们要相信 所以 爱在人的生命 就产生了 更美好 人的爱是 很有限的 就这样美好了 更何况 我们的神 是不是 我们的神 爱是怎么样的 伟大的爱啊 这样伟大的爱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要产生一个 最大的美好 是不是 更美好 更美好 所以上帝很厉害啊 上帝啊 看爱是第一 因为有爱 一切就很美好 好 我们看我们的神是 他怎样爱我们啊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七到第八节 这里说什么呢 为义人啊 什么是义人 那是为好的人 正直的人死呢 是很少有的 为人人 死呢 或者是有一些 人是敢做的 但是唯有什么 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得罪他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啊 神已经 神的爱 就在此下的起见 哇 我们的神的爱是什么爱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 所以你说你不能够活得更美好 那是骗人啊 所以神按我们 救我们脱离死亡 给我们有盼望 好 啊 我小的时候 呃 中学啊 很担心这个爱 我问了朋友说 哎呀 brother 真爱在哪里 小小就会这样子很怪啊 真爱 真爱在哪里 你知道我朋友跟我讲什么吗 你卖孔啦 那有真爱的 哦 马上脸变去失望 原来这个世上是没有真爱的 哇 原来这个世上是没有真爱的 哇 那时候真的是 一个打击 所以我对人的关系 觉得 这样子哦 这样子哦 没有真爱的嘛 没有真爱 我讲 我付出我的爱了 然后我受伤 所以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但是 哇 认识了神 原来神的爱是这么伟大 原来这世上是有真爱 哈利路亚 OK 信主的人 虽然不能够像神这样伟大的爱 不过 他们有真爱 他会不断的老数 他会从假爱 变成真爱 OK 真的就变成假假的 就变成真 一直改变 OK 所以你看 啊 爱是多么的美好 那 那 再说 有爱 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过得更美好 我们来看 上帝怎样应许 好 好 我们等会 也是 生命记啊 也是 生命记也是 三十章之间 且爱 耶路华 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路华 向你列出 亚布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 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那 爱神 会带来什么 日子 长久 想长年 以前的人的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上帝应许我们怎么呢 我们爱他 你的爱他 听他的话 专靠他 他就赐我们生命 他就给我们日子长久 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 启示所应许的 祝福 那你看 上帝 向耶 向列出 亚布拉罕 以撒 亚和 启示 说 要应许 应许 应许谁 应许他的父母 亚布拉罕的子孙 但是 以色列人 他们 背叛上帝 但是上帝爱他们 叫他们回来 如果你们回来 爱我 我就 纪念你祖先 透过你的祖先 来祝福你们 今天我们爱神 哇 上帝就怎么样 就要在 巴尼特斯的身上 启示 应许说 祝福他的父母 对不对 OK 就是这样子 上帝透过一个人 透过一个人 来 祝福我们 虽然 我的 以前 我幸福的时候 是我第一个幸福 我的爸爸妈妈 弟弟里面 他们不是很厉害的人 上帝让他们在外面 设备工作是 有地位 然后 能够赚钱 然后 我爸爸的妈妈 以前是 很暴力的 不同的相处 他们现在也信得走 生命也改变 我彼此很相爱 现在我的爸爸 会在我的妈妈来教育 OK 他们现在也信得走 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上帝就有祝福他们 所以上帝是透过一个人 祝福全部人 不是透过你这个人 几厉害 几爱他 不是 有一个人 好 他就会这样子祝福我们 如果你更爱他 他更大大的祝福你 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 就有爱神的表现 什么是爱神的表现 就是听从谈话 专靠他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就是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这个长寿 这个长寿就是讲到 美西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你还是很健壮 上面还是与你同在 你长年的 长久的 可以享受上帝的祝福 所以这个日子长久 是很重要的 OK 那 所以你看 如果你想要过得更美好 你就要爱神 爱神就是那个根基 那 你看 爱神是最大的预保 神在这个经文里面 讲了一句话 把他放在前面 且爱耶稣 然后会整件事 OK 先爱他 爱就是最大的介密 那你看 在 耶稣的时代 那这个时代呢 也是有宗教 特别是律法师 法利赛人 律法师 他们都很熟圣经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些律法里面 上帝所吃的律法 哪一个是最大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挑战一句耶稣啊 上帝的律法这样多 请问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耶稣怎样回答 你要尽心尽细 建议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介密就是 四律法和先知 一些道理的 总大 耶稣给他们 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爱是最重要的 爱是最大的 那保罗 保罗 耶稣的本徒 他又怎么样看这个爱呢 保罗说一句话 若人啊 不爱主 这人就怎么样 可重可主 主必要来 是叛徒 可是 一个人若不爱主 这是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 耶稣 死在世界上 如果我们不爱他 我们就是应当受咒主 就好这样一个母亲 把那孩子养到大 这个孩子竟然不是要训话 这样的孩子 是不是很咒主 有一个母亲 知道他的孩子 换了这个 换了什么病 换了这个叫做 换了肾病 整个肾都要换掉 小孩子了 他的母亲怎么样呢 就捐一个给他 就捐给他 然后记者就绑过这个孩子 哎呀 你的妈妈这样爱你 你打算怎样报答他 这个孩子说 我会加倍的相信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母亲这样爱你 如果这个孩子不爱他的母亲 是怎么样 可重可主 是不是 你的母亲这样爱你 你竟然没有孝心他 哇 可重主 我们对神呢 他也是这样子 神已经为我们死 所以呢 要怎么样 要毁力他 好好地爱他 ok 啊 我们 那爱神呢 跟一句话非常地重要 刚才我们看的 且爱耶和华女的神 听从他的话 转靠他 那爱神的人 有一个特征 他会怎么样 听从神的话 转靠他 那有一些基督徒 那么不明白 我爱神 在心里面可以不靠他 这是非常错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爱神的人 要靠神呢 因为他知道他活着 他不是为自己活的 他是为上帝的活 为上帝的旨意的活 如果这个人性的主 他不爱神 他怎样活出上帝的旨意 如果他没有靠神 怎样活出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 所以爱神的人 就明白 而且上帝要他活着 就是要他 要我们靠他 活出他的旨意 所以呢 靠神没那么重要 靠神会是非常的重要 没有靠神 可以说 你对上帝不大认识 你还不懂得去爱他 还不懂得去珍惜他 是非常的重要 要靠神 那我听这个 因为你的母亲 Ester讲了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蛮不错的 所以有一个 CBO CBO是很有钱的是不是 有钱都来的不知道 听说是很有钱啊 CEO 哇 这个CEO是很有幸福的 不过他的妻子是怎么样的 自己的主啊 很清诚 很爱神 很追求 不过有一天 这个CEO 就好像想要 离他的妻子远一点 不要这样黏 因为他很 Holy 那一种 我是CEO 那一种 不相信神 你是很相信神的 我是不相信神的 所以一个CEO 就想要远离他的妻子远一点 那那些妻子 很爱他的丈夫啊 一直传 传众 传传众 传到她的丈夫也是 不要心 结果这个 他的妻子 就找到牧师 去 相處 去跟 去跟跟CEO传闻 哇 这个CEO很厲害哦 他头脑转 真的是转得很快 他问他 牧师什么呢 你的家费有没有缺乏牧师 有没有缺乏牧师 然后这个牧师就说 有 缺少一个华文堂的牧师 华文布的牧师 然后这个CEO就说 没想错了 你们叫我的妻子去做牧师 这样CEO很聪明 因为他叫他妻子去做牧师的时候 这个妻子就很没有空了 这个CEO就可以这里去哪里去 这里玩哪里玩 很聪明 那么这个妻子也答应了 好 我做牧师 我们不能牧师 所以读书 做牧师 这是整片读书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个钟 ok 要读很多书 要去研究然后怎样去讲 所以很忙 哇 这个CEO是怎么样 哇 后写的啊 后写的啊 这里玩 那里玩 然后去哪里玩呢 去菲律宾 菲律宾玩 然后CEO住的地方是比较高的啊 因为 哇 比较高 然后可以看下来全部的美景嘛 哇 很爽的啊 我住在最高的 在那边看电视 真的 他心里在想 我是CEO 啊 这样有钱什么都有了 还叫我去信耶稣 哎呀 信耶稣是有问题的人才去信的嘛 我都没有问题什么都有 都没有信 ok 他一这样想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天光把你的东西掉下来 天空 ok 然后两个掉下来 都没有电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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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的什么事情 地震 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 哇 就整个建筑有样地震啊 这个掉那个掉 哇 怕了 怎么样 跑啊 当他跑的时候 第一样他想到什么 passport 我一定要拿passport 要不然不能回马来西亚 哇 他现在看不到我 就随便拿一个 就从楼梯那边跑下来 哇 是CEO是最高哦 哇 这样都可以松了 跑跑跑跑 一边跑一边做什么 哭 他心在想 我跑不出这个大门啊 我就一无所有了 不是什么都有 看电视的时候是说什么是有哦 遇到地震的时候 他是说 我跑不出这个门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哇 他成功会跑出去 躺在大马路 在那边哭 哇 他跟上帝说 上帝哦 不要死啦 我还有一个孙 看看他的手拿 这什么呢 圣经 什么 sorry 圣圣经 不是圣经 是离不管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跟大哭 啊 我的passport也没有啦 哈哈哈哈 大哭 哦 所以我们的人不要骄傲啊 人不要依靠神是一种的骄傲 当你依靠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我是这样小的 当你爱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我是这样小这样小 我一定要依靠神 我不依靠神 我就走错路 就得罪上帝了 我不要以为我靠自己 我是CEO 什么都有啦 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那你看人真的是 很难搞的 为什么人要靠自己 因为他觉得没有保障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 自己来比较好 没有保障 不敢交托 以下人生看不到 不敢交托 前几天有人找我卖了保险 结婚包一样 他解释得很好 他说人很重要 要有保障 要有保障 要insurance 然后saving fixed imposing的那种saving fixed 哇 然后才怎样钱钱 哇 讲实际 是能不能对吗 人真的是需要保障 所以 也应该买保险了 你们有买吗 Michael有买啊 保险 好在哪里 你有买他就赔你了 对不对 不好在哪里 你没有买他就赔你了 哈哈 你没有买他就赔你了 人需要保障的是 我们需要保障 所以我们的选择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选择什么 义人的道路 什么是叫做义人的道路呢 信给什么人 信神的人 你选择这个信神的道路呢 上帝就给你保障 我们看这里怎么说 那义人的脚步 信神的人的脚步怎么样 被耶路华立定 他的道路呢 耶路华也喜爱 他所以四脚 哎呀四脚 四脚 也不止于全身固打 因为耶路华用手 参伏着他 那 这个是个保障的 你选择义人的道路 信神的道路 因为我要立定 你的脚步 什么是你的脚步 凡你所做的 上帝都有立定 什么是立定 啪点击啊 上帝要把这个 祝福的柱子 大柱子 立定 在巴林特的身上 所以呢 他永远 他一生都蒙福 好 因为这个祝福 像一个多条样子 柱子 立定 在你的身上 永不改变 祝福你 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懂得选择耶路的道路 所以耶路怎么样 他的道路怎么样 是神所喜爱的 神喜欢的 所以耶路人神便帮助你 开路给你 然后我的家 呃 前面有路 不过后面有很多小路 啊 啊 小巷 那里我家后面的小巷 很多那些 呃 道友 要不然 有人打抢 要不然有 一堵人站在 很多了 所以我们不敢 经过那里了 我们慢慢签 签交代外交 不要走 因为那边很危险 没有上帝的人 他的道路是这样子 前面很多的埋伏 很危险 你可以爱你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其实同样选择上帝的路 才有 才有保障 基督徒的路 基督徒的路 上帝一定为他扶贫 为他开路 所以这条路很好走 很好走的 没有神的人 他的道路是什么样 就算你买 飞的车啊 你不能走 你买最好的车 那路不平滑 怎样走 没有用 所以义人要选择 基督徒要选择 义人的道路 上帝一定导死我们 虽然我们跌倒 上帝都会用手 扶着我们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Prover 真言书24章15到16节 义人 信神的人 虽然七次 什么是七次 完全跌倒 上帝也要叫他信起来 叫他再一次 站立起来 所以信神的人 不会解放 不会没有路走的 那宝伯 他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 都绝了 自己心中也断定说呢 是被死的 只要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 脱离那巨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 他要救我们 那保罗 是上帝很大大使用的仆人 他也面对许多的苦难 甚至他也 遇过 绝望 甚至他自己的心也觉得 这只心 藏了 极窄了 他心中都这样子断定 必死了 但是他不靠他自己 他都 他说 他说 叫他靠那个死人复活的想 是耶稣 那你看基督徒啊 你看保罗他是在患难中 高举上帝 挂上帝 帮助我 但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有点注意啊 上帝祝福我 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 感谢主啊 感谢主 是在好的时候 感谢主 但是保罗呢 怎样被上帝做对证 他说 我在被死的道路 已经 绝入了 上帝救了 所以我们要学保罗那样 不只是懂得 在佛西的时候 感谢上帝 然后我一个弟兄 他忽然间就跑来 跟我说 哇 阿孙啊 感谢主啊 我说 什么事情 上帝给你多少钱 说没有啊 刚才王拿几百块去 祝福别人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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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把 看为他拿去祝福别人 是上帝的祝福来的 但是我呢 就活在一个 一个框框里面 上帝给我 这是祝福 上帝给我 这我给人 哎呀 慚愧 吃一辆大辆菜 sorry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 那耶稣在耶稣福里 11章25节 他说什么呢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文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文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耶稣不断的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断的给人家一个保障 你来 你信我 就永远活着 永远活着 可的来到我的面前 永远不可 饿的来到我里面 永远不再饿 他不断的强调 要保障保障 要我们懂得的去 选择 那当上帝这样 保障我们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起来 麦卡 比加书 七章七节 至于我 麦卡是一个先知啊 他说我要怎么样 走我 耶稣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 并应勋我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拖药 我虽然跌倒 我却要起来 我虽然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的光 都要照我 我都要以耶稣做为我的光 那当耶稣 这样子向我们保障的时候 我们要 自动起来 仰望他 不是等的 仰望 和等候 是怎么样 仰望和等候 祷告 好 祷告 仰望 等候 很多人不喜欢等候 是不是 那神很聪明 如果他说不用等了 神如果做东西很快 你追不到 你能追得上他 所以他告诉你 你要等他 你要等 OK 所以他把自己放慢起来 把全部都放大 让你有时间来亲近他 祷告等候他 是不是 如果神做事很快的 你要追就追不到他 是不是 所以等候很重要 等候 他就应许我们 现在人不要等 不是 现在人不要等 他们想 好像吃快餐 好 麻烦 我祷告了 就马上有 不能等的人 就显现了一种情况 没有心情 如果你说你相信神 你就懂得 去等 懂得去等 所以我们 要过着美好的生活 活得更美好 今天上帝 给我们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大家说交托 圣经四篇 三十七篇 第五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人家 并依靠他 他就必 成全 正耶稣十六章三节 说什么呢 所做的 你所做的 要交托给他 你说某的 他就必要成立 交托 什么是交托 上帝啊 什么 交托 上帝搞什么 上帝看起来的时候 哇 你好像不像交托耶 这是你的计划师 OK 你已经计划好了 这不算交托 真正的交托是什么 哎呀 祝啊我不会 祝啊 不知道这么怎么样 总之我怎样 这样子交托 你来帮助 这是一个交托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好 不要 大家 谢谢大家